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继续回来到国序堂 我是梁东 刚才常教授跟我们讲到了 关于生殖肾的问题 对我们生命的这种影响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把它当作娱乐 没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事情 是很不对的 那么我们的节目的马上要结束了 为止八期 请常教授 就是差不多四周时间来聊到的话题 希望常教授跟我们做一个打字的总结 如何才能够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的终极策略 孙思淼他实际上是一个 以树洪道的这样一个典范 你不管他的扶养的思想 不慎的思想 何忠的思想 健脾的这些思想 包括那些具体的技能 以及他愿意让人们在 没有发生疾病的压健康状态的时候 率先干预 他强调这些内容 都是想为了达成生命的尊重 所以我觉得他隔着一千年 传递给我们的温暖和能量是 让我们要成百倍的 成千倍的 成万倍的尊重生命 而在生命尊重过程当中 有一段内容你避不过去 就是生命的终极策略 这是哲学要探讨的话题 我们作为一个医学人士 可能探讨这个话题 就略显很吃力了 但是我觉得我的经历可以告诉我 我们有一天在医院 送来一个危重的病人 我一看这位老年病人 是我曾经的老领导 而且是我非常尊重的老领导 可是因为他的病情太重 最后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宣布 放弃抢救 在去往太平间的路上 我要给这位老领导 讲几句送别的话 我说张老啊 你放心的做吧 后世有我们 我的两只手抓着白颜色床单 往上轻轻一推 我说张老 还没等我说下半句话 床单从我手头滑落 我吃惊地朝后倒退了两步 原来张老虽然去世了 可是张老的那双眼睛 还瞪得大大的怒目圆整 我用手放在他的眼皮上 轻轻往下一推 我希望伴随我这个动作 他的眼睛能合上 我说张老啊 你还看啥呢 你放心的走吧 这样一推 谁曾想到 我一松手 他的眼皮呃呃的一下 又睁开了 哎呀 这位老者给我留下 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蒙上一个念头 我得调研一下 看看 人们在百年以后 离开人世的时候 他的眼睛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在2005年 我对我国一家 三七甲等医院的 全年死亡病例 做了一个关于眼裂的研究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全年死亡病例当中 竟然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在离开人世的时候 怒目原睁 就死不瞑目的 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他眼睛虽然没有瞪大 没有怒目原睁 但他眼睛也没有安详和尚 我们走上前去轻轻的推一下 他的眼皮才能安详和尚 在全年死亡病例当中 还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他在生前有剧烈情绪起伏 这种剧烈情绪起伏 用我们老百姓的白话来讲 就叫做生气 家庭成员之间 一场旷日持久的矛盾 最终演变成为 其中一个人的心跳加速 血压波动 大脑当中一根血管爆炸了 死于脑衣血 要么就是蒙受不公正待遇的 日子太久了 这一口积压在胸中的恶气 没有一个宣泄的机会 最终凝结在肝 凝结在胃 凝结在肺炎 变成为肝癌 胃癌和肺癌 每一个癌症病人身后 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泪障 这些人之所以发生死亡事件 他们分明是被活活的气死的 我所考察的全年死亡病例当中 还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他在生前永远管不住自己的这张嘴 已经是成年人了 可是饮食习惯和膳食结构 还停留在儿童时期 还停留在海体年代 还停留在生他养他的家乡的 那么几样饮食的局限 最终血管当中流动的血液的成分 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 什么高血粘呀 高血脂呀 高血糖呀 血管催性增加呀 各种代谢异常的这些疾病呀 像绳索一样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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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在他的身上越缠越紧 越泪越紧 最后哭通一声倒下了 这些人分明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这张嘴 他是被自己活活的吃死的 百分之五十的人被气死了 百分之三十的人被吃死了 百分之八十的人就这样 over 只剩下百分之二十的人 这百分之二十的人当中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 他根本不信邪 他不以为自己是血肉之躯 他误以为自己是铜墙铁壁 他在打着各种各样灌面堂皇的理由 在做着伤害自己生命的事情 他说我在单位里边是领导 我是家里边的顶梁柱 我是团队的这个 所谓的这种组织核心 核心 我是骨干 我是精英 家里边有房子 有车子 有妻子 有孩子 还有银行贷款的按揭 所以我得夜以继日日以继夜 废浅忘食的工作呀 最后哭通一声倒在工作线上 这些人分明是被活活的累死的 这就是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看一看全年死亡病例当中 我所看到一个令我非常震惊的数字 绝大多数人会带着这种深厚的评价离开人 被气死 被吃死 被累死 真正的无疾而终 最后非常安详地离开的人 他竟然站到死亡病例当中 特别少 特别少 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 令人深思的这样一个命题 我觉得我们今天来探讨 孙思淼的养生思想 我们一定要能够站在他 那个生命尊重的高度上 所谓人命至重 有贵千金 要这样的去理解他 假如没有这种非常浓郁的 生命尊重的情怀 你仅仅得到一些技 一些气 一些技能 那些东西是不够的 所以滚滚的社会车轮 会给每一个人带来压力 我们可能有好多的不如意 但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 科学地去评价我们的德语诗 能重新让我们整个心里的 那种压力能够慢慢地释放 并且有比较较高的生命定位的话 那这种你的行为 它就变得有所控制 有方向感了 我想起来著名的诗 爱卿的诗句 他说 为什么我眼里满含泪水 因为我对着土地 爱得深沉 我想把这个爱情的诗句 做一个小小的修改 然后把修改后的诗句 作为对生命的礼赞 也作为和我们伟大的 孙思淼的一种硬核 把它也变成 对我们整个观众朋友们的 一种美好的祝愿 那这句诗就是 为什么我眼里满含泪水 因为我对生命 爱得如此深沉 是这样的 大家没有留意到 我一直没有插嘴 因为我突然发现 就是说 我们真的没有 好好地认真地去看待 我们每一个人 父母给我们的这个生命 老天给我们的这个生命 我们往往花了太多的时间 去浪费它 去使用它 但是却缺乏尊重它 你刚才讲到的 有些人是气死的 有些人吃死的 有些累死的 总结在一起 都是无知识的 是 是吧 绝大部分的人 之所以这样无知识 它的原因就在于 他们没有办法 去了解生命的这个艺术 生命的知识 生命的肠道 而这个过程 其实是需要我们 不去往外找的 是要坐下来 听一听 想一想 昨天我是这个样子的 明天我要出哪里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这个事情 其实如果你不想的话 就算你炒股赢了钱 就算你炒楼赢了钱 就算你后来又怎么怎么样了 其实呢 都没有办法 真正让你获得一种安定 但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它其实是一个心法问题 我觉得呢 今天这个 这过去的这一个月里面吧 长教授和我们一起来 分享的这些话题呢 都特别的功德无量 那旅游卫生呢 现在也改版了 成为一个绿色频道 绿色频道其实就是一顿 对生命尊重的频道 因此呢 我觉得说请长教授来 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当然我们在请他之前 并没有想到啊 一定要应可这个绿色 但是天地次有它的轮回节奏 在合适的时间 所有应该出现的事情 都会出现 我们称之为道 就是节奏 就是生命的韵律 所以重新辅佐 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原因 就在于我们相信 中国文化的道 它的弘扬的时间 已经来临 这个时间是不以 任何人的意志来转移的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国序堂 我是梁东 再见 谢谢常老师 保护色是生物 进化出的能力 探路者智能防晒 几乎一 光照变色 专业防晒 这是我的保护色 探路者